再看那湖的知名商场经营了17年 现在金船倒闭了 就在新无二路上的这个服饰大厂 在8月底的时候结束营业 不过里头呢有泰国餐饮业者就出面指控 说商场是恶性倒闭 因为在9月初商场就申请破产了 结果里头的业者大家是浑然不知 他说呢等到9月15号货款没有领到 才发现不对劲 那么连同这家餐厅总共有4家厂商受害 总计损失600多万 店内做无需习想吃还得先提前定位 知名泰国料理餐厅经传招骗百万 不管是艺人还是名人都是店内常客老涛 但过去的热闹场景 这一幕现在却已经看不到 外在内活的旗舰店设定在商场里头 没想到 商场变得空荡荡 往里头看只剩下零星桌椅 电线也全被切断 铁门拉下似乎已经人去裸空 原来过去风鸣一时的商场已经倒闭 8月底他给我们解约以后 9月中的货款 我们没有领到 我们才发现这家公司已经出问题了 知名泰国餐厅业者出面指控 商场恶意倒闭 5月收到结束营业通知 8月底贵位清空 直到9月中没有收到货款 才发现不单纯 一问才知道 早在9月2号商场已经申请破产 9月2号就去申请 向法院申请破产 我想他们一直都不告诉我们 所以说他们在隐瞒很多事实 合作长达15年押金加上货款损失240万 加上另外三家受害业者 终继遭欠款600多万 这位在内湖新湖二路的商场 在地经营17年 地理位置优越 是附近工商员工用餐据点 商场所属服饰大厂旗下 吸引不少大品牌进驻 没想到现在破产导电还击欠百万 跟他要钱回来我们一定要告 再来是他精湛 这个行事的责任 我想诈欺我一定要告 这间所属公司电话转空号 目前台湾区由律师负责善后 针对欠款表示一切处理中 低调玩具不受访 现在业者没了电还被欠款 表示将会对商场提告 在内心梦国航中场台北报道